我是玫瑰 刘初涵 从小学习戏曲的我 因黄金舞台而坚定目标 弘扬戏曲文化 创新表演形式 再次来到黄金舞台 玫瑰茶组合带给大家符合 时代潮流的国潮音乐舞台 让大家感受年轻人的国潮态度 赵瑰茶组合带给大家 爱却却迷苏人一春冰龙相见 相见搭配的烟烟片 更短线 谁敢从指摸双眼 万把在心中相牵 只想好无力策马扬兵 管一村青山 伴于生长海丧天 过悲愿与生贵心量 此喜悔烟鸯 细无意为宝鞭将颖宝饮结果 出兵的微笑已惊望 已惊欢笑已惊欢笑 天心的爱却如尘尘的心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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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雷龟桃组合 来到我们的时光加油站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身边的刘淑涵同学呢 他是从小学戏 是一名戏曲演员 是第二次来参加《黄金100秒》 上一次是在2019年了 2019年 对 四年前 他有一个创意 就是希望在舞台上 能够把这个传统的戏曲 和现代的流行音乐 说唱做一个结合 上次来节目 把这个想法带来了 跟我们《黄金100秒》导演说 导演特别给他找了一个搭档 所以节目之后 就更坚定了 舒涵的表演的风格 所以直到这一次 重返舞台的时候 他自己找到了搭档 帅哥 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不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孙尚 阿茶 我们的玫瑰茶组合中的茶 你们是在哪儿认识的 我们俩是大学同学 你们俩同学呀 那为什么他瞅着要 像刘过吉一样 你也是学戏曲的吗 我是戏剧专业 那为什么上一次没带你 上一次的时候 我还不太成熟 就是在音乐 他还是一个资深的票友 喜欢听 但一直不怎么会唱 你试试唱一段好不好 我们掌声给鼓励一下 好吗 来一小段 咱们这个三家店的选段 来一小段 凉香儿来 雷霜流眼间的红 一坠落在西山后 叫一声解采把点头 还得再细抠一口 我还是好好唱说唱 反正不仔细听 我们听着还不错 有模有样 为什么叫国潮呢 年轻人对于传统的这个文化呀 有自己个性的表达 我觉得把这个戏曲和说唱 做一个结合 就是很好的表达方式 多一些这个新时代的思考 对 新时代的尝试 是吧 也希望你们能够加油 好吧 那接下来请到舞台一策 写下你们的时光际遇 让大家能够更好地去了解戏曲 发现戏曲有很多的可能性 让更多的年轻的朋友 喜欢上我们的戏曲 多一些这个新时代的思考 对 新时代的尝试 风雨十载 砥砺前行 远前方高山 有行路 水深有渡舟 谢谢